很多人在质疑 我为什么原住民可以当高雄州的州长 我觉得这些在民政府来讲 以实力为主 以忠诚度为主 而对法理也为主 因为对法理基础稳定的话 才能指导 才能诠释台湾主权的定位 所以因此呢 当然这也是我们热爱台湾 本土台湾的因素 我们也特别格外地付出更多的代价 用心努力 探讨接受训练 之后呢 才受到我们的临志神秘书长的一个认同 当在过程当中 高雄州有需要 就由中央指派 指派下来就接掌高雄州的这个州务 那在这一年半来 我想从极少数 直到今天 全台湾可以讲说一个 非常多的一个team 而且童星们的这个热爱 那我讲童星就是我们所有的成员都称之为童星 这个童星的意义是非常棒的 只有童星若是不互相扶持的话 我想在这个结构上面都没有办法完全连接 所以引用圣经的话 在爱里是我们连结在一起 在爱里是我们建造在一起 但重点是我们必须共同有扶持这种理念跟观念 所以因此我想台北州 至于是什么人 没有特别刻意是一定是某人 但旧的高雄州民原住民 我们只称为原住民状况 能够接掌也是我们觉得 高雄州是一个优质的民主 非常优质 从天皇接受他的教育之后 天皇曾经有说 这些民主是一个一番的民族 也是一个特别的民主 所以他觉得这个民主是相当优秀 所以称之为高沙民主 叫Takasako 这个名词来源就是这样子 我们高沙民主 长年来的抗争 直到今年都没有一件事情能够OK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之后 我们就发现唯有法理 回到法理才能够真正明白 了解这个真相 最早期这应该属于高沙郡的 高沙郡的这个服处 但是因为高沙郡的这个结构 还没完整 所以因此呢 变列为潮州郡水门服处 那但是呢 主事则还是由我们高沙 也就是原住民 这个童心来去做一个窗口 从今天开始就对外 宣导 然后申请ID 然后申请 因为我们即将 就是申请这个 我们的旅行证了